国语有声善书 文昌西字功过律 请大家爱惜文字与纸张 文昌帝君西字功律24条 1.平生以银钱买自纸至家香汤玉坟者 万宫 增寿一记 得享富贵 子孙贤孝 助解香汤玉坟是纸将自纸擦拭干净 2.平生偏食自纸至家香水玉坟者 万宫 增寿一记 掌享富贵 子孙荣贵 3.多收自纸 自挥深埋境地者 1.千宫 安热不流离 子孙昌盛 4.堪克西字书文 偏传世人者 5.百宫 永无是非 多生贵子 5.抄写敬重自纸书训 和门令其珍惜者 3.百宫 子孙发达 6.见西字文流逝子孙 及己身敬性功礼者 5.百宫 安热无祸 7.化人银钱买自纸玉坟者 6.百宫 受增一记 失财人永远富贵 6.注解 玉坟是纸将自纸擦拭干净 7.劝世人惜字 并坟怪异淫乱等输者 7.百宫 本身增寿 子孙昌盛 9.僧道不宜有自知翻目作囊杂用 7.能自借劝人者 5.十宫 得名光显 10.见人作见自纸 10.能以素纸换坟 或以他物换坟者 5.十宫 百病不生 转祸为福 10.注解 素纸是纸空白洁净有用之纸 交换后焚烧 11.尽人不以自纸示惠者 5.十宫 其人昌盛 12.凡人有难 祸及祸缓 10.见自纸必焚育者 万自时宫 10.即得平安 13.劝人不以自纸及钱 放床入下者 10宫 一生永得平安 14.偶遇会处 见自纸及收起 不轻忽者 10宫 一生平安 15.尽人马上有文字及钱不齐者 10宫 永得安乐 注解 以现代来说 骑摩托车时 自纸经书 不要放在以殿下的置物箱 16.不以自纸及书 加邪样 自借内卷及劝人者 6.十宫 子孙智慧 不忤逆 17.劝人不以书字 至诗处没烂 并扯遂毁见者 10宫 必得名寿 18.生平不清笔乱写 涂抹好书者 10宫 永无凶事 19.刮洗器物门壁上字者 10宫 眼目光明 20.赞扬净字文为功德者 10宫 祸福必多 21.见人以自纸封盖昏臭器皿 换取玉均者 10宫 无恶事相遇 22.玉字指污秽 飘进水中 100字一宫 免诸及障 23.以字指焚香炉中者 5宫 得想吉祥 24.待人收采玉均字 万字一宫 得想轻浮 劝人多吸报应如例 注解 玉坟是指将字指擦拭干净 文昌帝君谢字罪律29挑 1.将人前买药玉坟之字指 取用作见者 100罪 夭折 子孙贫贱 2.骗人买字指前不买字指焚者 100罪 定然恶病夭折 3.己身不敬字指经书 又不逊骄子弟地向轻武者 100罪 恶疮遍体 生痴龙暗雅 4.欲自止坟处踏见扑灭收用者 8.十罪 定生肿毒 5.家中破书废纸 换碗换堂作见者 8.十罪 定生赤龙暗雅 6.家藏境自书闻或是会并弥烂者 7.十罪 多恶事无救 7.僧道已有自翻 坐囊杂用者 6.十罪 伯服受刑 8.以自止包药果经书目于弃用者 5.十罪 蒙蔽会心 9.以自止事物事己 及揉搓弃地者 4.十罪 遭流离去智慧 10.劝善疏息字文 不信不传者 3.十罪 穷年窘迫 生不孝子 11.以经书自止 放传仓底 并马上骑坐者 10罪 生疮受人欺武 住戒 以现代来说 骑摩托车时 自止经书不要放在 以殿下的置物箱 12.以身不敬自止 反孝忍者 15罪 多遭横飞 13.以自止飘污水 焚会地者 15罪 多目及皆忙 14.以经书坐枕头 及以前语自放床入者 15罪 穷苦受障 15.以自止引火打量者 10罪 生疮选 16.见妇女剪字纸 做邪样 为花店盘胜和 男子不进职者 10罪 受官形成 17.自止胡窗店 被评表输者 定冤枉不明 18.以自止嚼烂土壁上 及扯碎座书年者 10罪 烂唇 手生恶疮 19.眼眉静自止功德者 10罪 不得吉祥 20.女眷以自止书 加邪样 男子不进职者 10罪 不得吉祥 21.父女秀字于荷包 香袋 扇插 枕头上 步行禁欲 及寄带于腰间 枕握泄污者 5罪 得晕眩居鸾籍 22.亲笔乱血 抛散不顾 及悬血悬磨者 5罪 足生毒窗 23.以自止扇书 起插鞋袜者 5罪 足生毒窗 24.以字号 血气物上 致人作见者 4罪 家电不详 25.以不净手 检阅经书者 3罪 生插纸窗 26.以字专电路者 3罪 形式不顺遂 27.于地上画字者 3罪 多遇险阻 28.弯材字迹者 1罪 多寿经 29.以字指被神像 十纳墙壁内者 2罪 虽有别公不路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并赶紧行善度众 以气天心 目前 无极直辖全真堂 正在募款兴建全真大道灵修院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相关资讯可致 无极直辖全真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